後來他開始有了電動輪影之後 他發現本來他沒有辦法自己行動 可是他有電動輪影他可以自己行動 他那時候是很開心 沒有自己行動 可是當你出去以後 要去用餐 他發現很多天他進不去 都是有接遇 然後街道也不是很不順 所以他開始很沮喪 他覺得說沒有電動輪影 可以自己行動 是為什麼外面的環境這麼有障礙 外面的環境這樣他沒有辦法自己行動 所以他那時候有沮喪 他也不太想要出去 那我就會鼓勵他 我說如果你不出去了 那他們自己指導員的需要呢 我們就是要出去告訴他們 我們有這個需要 那是不是可以經營了這個條件 讓更多 當然不是他才會有 其實有更多的朋友 在比如我們有長 可能是30歲成人的這些生產 他們已經有這麼多年 都進去沮喪 所以後來我們才走一個天 所以我們一直都覺得說 我們一定要走出來 然後再鼓勵大家 用我們的經驗告訴他們說 我們都不害怕這些阻礙 你們更不用害怕 那也不用害怕去跟店家做交流 告訴他們 什麼叫做我們的障礙 因為自從我們走得出去之後呢 我們發現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交流的障礙 所以我們不能去怪他們 我們說你沒有做好 那當然我們這個一定 要告訴他們說 我們有這個需要 你可以做什麼樣的改變 讓更多的 這些障礙 或者是行動服務業的人 都可以計較很多的 這些障礙 上去 是因為討論過程 其實這次沒有討論過程 其實很恐怖喔 那其實每一次上去之後 就會大家那個 習慣一點的公開 因為整個被扛上去 如果只是公餐的心情 就很不開心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樣的 你覺得你最不喜歡的 那個菜品的一些障礙是誰 門檻 門檻 門檻就讓它上不去了對不對 可是啊 我們完全看不出來 其實現在的薛拉 是一個小小美食家 她常常去吃飯 然後拍了好多很漂亮的照片 然後 每次在電腦前面 就會覺得太羨慕了吧 你去不要 你是 KEYES 太羨慕了吧 我現在對你在電腦前面 不是太羨慕了吧 我現在看不是太羨慕了吧